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评委啊 是谁呢 那他就是上海著名的西餐厅 在我的观念里 不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只要你怀有一颗热爱料理的心 就一定可以做出令人心动的食物 本节目由以下企业赞助播出 不知观众朋友们是否还记得 上级萌厨料理店的精彩瞬间 宋瑞徐佳琪的黑暗料理 是否让你印象深刻 而这一期萌厨们 会给我们再来惊喜还是惊笑呢 敬请期待吧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的这个第一轮的招聘会已经完成了 是 接下来还有两组厨师哦 好 那么首先还是理论技术的考试 来 两队的厨师出列 两组成员将完成口口相传的游戏比赛 赢得队将获得优先抢食材的机会 妹子们加油吧 在比拼之前 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 哎呀 看这两个穿得像宝洁公一样的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哎呀 这也酸的 大家眼看破抹布 你是不是经常在我们门口塞卡在这儿的那个呀 哎呀 打上 打上 打起来 打 动手 打 打 不要停 不要停 不继续 这一轮的比赛真的好激烈了 哎 我们刚开始就已经到这么激烈 都差点动起出来 就是要看这场面了 首先这次由我们的红队出席好了 好 地瓜 八角 子 四鼠 周田 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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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 自然 自然 哇 这难了 然好难啊 5 4 3 2 5 4 0 5 4 3 1 2 1 哎呀 红队赦了 0 这就是秒杀 这是蓝队出题 香春 春卷 春卷 好 卷 卷新菜 卷 又是蔡 菜秤 洋葱 葱花 发卷 卷 卷 卷新菜炒鸡肉 什么辈子 没错 太收购了 时间到 好 蓝队下一层 接下来 群队 你准备好了没有 是蝴组队出题 啊那个 五 五 大 东北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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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鹿 保鹿 保鹿是狗粮 也是吃的呀 食物啊 要两次来拼一拼 狗粮很好吃的 狗粮也很好 一人喜欢吃狗粮的 讲得好 算了算了 狗粮根本没有味道好吗 有的 有的 有味道的 有味道的 必须吃过了 有味道的 好了 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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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鹿肉 肉 肉 肉燥 枣子 啥 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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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儿 儿童三 儿童三 厉害 厉害 五 四 四 三包 包的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蓝队反败为胜啊 那么我们的蓝队就获得了10秒先抢食材和出去的机会 三 三 二 一 走 热个锅 这是给啥拿啥 哦 为什么拿香蕉 哇 你们是准备把那个 油吗 把那个柜子一起搬回来吗 那里 让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和厨师长来判定了啊 首先我们先评一下分吧 点评一下 他们拿的就食材怎么样 哈哈 那这个肉是不是鸡肉呢 你是啊 猪肉 这是猪肉 猪肉 猪肉 我随便抓了一块骨肉 好 这个是猪肉 哎 猪肉嘛 你看到那只鸡 我真的 要处理那只鸡 我还是拿这个肉 那立即是看形状来挑 所以他们可以做 你们有吗 刀 哎 哎 那要锅里你们 你们拿一把刀给我们 好 那么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点名 这个花椰菜是对吗 没有的 因为巧思 呃 西兰花其实也是可以放在咖喱里面 哦 这个装饰点缀 都是ok的 黄金咖喱猪肉饭 那总体评分是这个抢食材的环节 呃 不好意思只能给到六十分 其实本来是要给不及格的 为什么 因为猪肉在那个咖喱里面是没有的 只有猪排饭 哦 对哦 哦 那就是咖喱猪排饭 我就知道 那蓝队已经抢完了 咖喱猪肉饭这个原料啊 接下来轮到红 对了 三二一 大厨 大厨 点评一下他们抢到的这个食材怎么样 他们很聪明去拿了那个小土豆 就是那个迷你土豆 哦 哇所以这个是加分的 那这个菜刀也是可以的 个 菜刀当然可以吧 对对对于女孩子的话可能 没事男孩子 好吧 你还不好我 但我没说 好 那么大厨 我们这一轮的他们的抢赛是能够得到几分 我可以给他85 85 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做成功呢 也进入我们第二轮的挑战环节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二三 弟兄弟 别怪我了 再给他做个马杀鸡 是不是 你要安眠你知道吗 他在睡着 安眠 就别拿你的一小眼睛看着我 不行了 我和极限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小鸡鸡 切条吗 对不起你了宝贝 下位子不要来找我 下位子 下位子 怎么还被摔了 太可怕了 为什么切不下来啊 我刚才就在想 他虽然抢到了鸡 但不一定能把它切成鸡肉 对不起啊 还不停地跟鸡抱歉 对 你觉得那个 希望你在前方了 那个前方 超烫 这个是犯规的 这个才是 这个是犯规的 这个才是犯规的 你就是犯规的 你就是犯规的 你让 是尖之是火候吗 丢黑 走开 你们把做饭当成体育项目了 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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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鸿铁也开始加油了 我的爹娘 但是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跟我抗争 得了吧 你别闹壳了 没事 我都好了 确定胡萝卜要这么切吗 萝卜 你这要切片办 那你这手是看鸡腱 你这鸡腱 你这鸡腱吧 你这鸡腱 你这鸡腱 就干嘛去 我炒两把鸡腱 我切好 我才能炒一切 我炒一切 你这鸡腱先把刀放下来 没有人家会切片的吗 是 你这样先切片 然后你再四方形一切 好吧 好吗 其实总的来看 这两组 要比刚才那两组 看起来靠谱一点 现在差不多了 时间也过半了 过半了还要炒熟吗 看眼睛烧得怎么样 近距地来点评一下 我们来到了红组的这边 这边有危险 这个咖喱颜色不好看 散出来就好看了 这个主持人不好意思 我想起来我还有事 所以我先退一步吧 因为等一下还要吃这个菜 保镖给它压回去 所以这个咖喱 所以也是应该说蛮吓人的 接下来把它搞好就好了 那我感觉是黄沙的感觉 来来 我来 我很欣慰的是它没有加苦瓜 报仇 没有加苦瓜 还没有加苦瓜 还没有加吗 你们要加吗 苦瓜 苦瓜 宝宝不要吃苦瓜 那就不加苦瓜了 不用这个 过了过了过了 我觉得再放点洋葱比较好 我喜欢这样的 水太多 我们有没有苦瓜 我将没有苦瓜 好嘞 戴萌萌今天你这个做了那么久 有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戴萌萌其实你不是很成功 你的一个手指留在这里了 切的时候 不要吓我 要不去看看猪吧 太香了 同学们太香了 诺涵为什么把它做成 完全是汤的感觉 这不是 没有 它煮一煮就会 就是融一下 按照你说要加鸡 还要加什么 收汤会加那个 收鸡啊 对啊 没有 对吧 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 五分钟了 万一都没熟怎么办呢 还有五分钟了 你马上时间要到了 我们去害自己嘛 要不要给他们延时 对啊 对啊 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评仇 就实在难以下咽的话 直接判输吗 我直接只要吃那个咖喱酱的味道就OK了 对 就可以吃一份 咖喱酱就用咖喱酱 从他们这个烧煮的过程 有一个 轻调的过程来看 我们上面的这些 呃 顾客们 上帝们 你们是有自己心仪的对象吗 打雕啊 其实我这辈子只会做咖喱 所以我不想给予他们评价 哦 对对对 这位是专业的 他平时做的咖喱很好吃 所以我们这组一定做的好的 对不对 看都没有人下答应啊 你给人家反应啊 真是 哈哈 所以这边的成员是以前会做饭少一点吗 会 你要是想吃我以后可以做给你们尝尝 啊 徐景仪呢 以前会做菜吗 我会烧白开水 会烧白开水 哦 好菜啊 是的 在进入挑战之前 让我们再次突击成员们的宿舍 看看这次会是哪位妹子的房间没有打扫 又有什么不堪入目的东西呢 稍后继续回来我们的厨艺 这个他脸色不好看啊 哈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处的那是 S&H48的生活中心 生活中心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嗯 平时生活中成员们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看一下咯 最先到达突击的队友会是谁呢 我已经以我敏锐的秀姐已经闻到了 有一股食物栽进去了 哎呀 哎呀 这么突然 我们房间太热闹了 出来 我们房间现在已经太热闹了 太热闹了 这里还在看什么呢 还在 啊 还在看综艺 快 看个快 快快快 温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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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妮杰啊 这就是最自然的 最自然的 我在看好多别人吃亚舌 在亚舌 不要瘾笑哦 好 温妮杰 你现在是在学日语吗 因为就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们是非常正统美丽的爱豆罗耶 我不在这些期间 你怎么把自己变成了印度人 还有 鸭舌能留给我一会儿录完节不迟吗 你这样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的表情 你刚才接着我 你为什么 把自己达成印度人 你是觉得我 我每天面对你都视觉疲劳了吗 温同学你可以离开你的被窝 然后拿着洋乐多和鸭舌跳一个印度舞 给大家展现一下你多才多艺的那一面吗 等一下我好像是 哈哈哈 来了 来镜头 镜头来 来镜头过一下呗 我想说一下 你看我每天面对这样一种人 你说我不疯 我都已经是个奇葩了好吗 我告诉你 你们是因为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因为今天是孙瑞市主持人 所以你们没见过平时孙瑞的样子 然后你们觉得我现在特别奇葩是吧 我告诉你们要见过孙瑞私下样子 你们会觉得我美快了 孙瑞那简直 原理真来形容一个 可以了你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的这两位嘉宾 谢谢我们现在要换个面了 主持人受到了攻击了 我们要赶快撤离了 别走啊 别走啊 再见 坐一会儿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这道菜是黄金咖喱蓝天绿水饭 对 还没有饭 饭还没有给大家上 希望大家能完全先品尝到我们这道菜的 菜的美味 然后再配上饭就更加美味了 这只鸡包括了 不是 这道菜包括了 好多啊 这只鸡 太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给个同情分 谢谢大家 黄金SNH最棒 为什么我都不想和你说话了 这是我们SNH招牌哦 作为一个炒菜的人 以后就是招牌 对 一生当中做过的第一次咖喱 就献给顺利了 真的 我只会炒菜 而且这是我精心雕刻的SNH 对 好棒 满满的都是11油 虽然时间不够 那个48没有来得及 可是这个菜花 就是48 就是它上面有48个细胞液 耶 那么这个最后的这个两道料理 料理终于也上桌了 话都讲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两道料理 真的是做的还蛮花心思的啊 是 大厨评价一下 就是这两盆 不是 这两盆 先缓一缓 缓一缓 对 对 你觉得看起来的话 看这个色相的话 哪一盘会比较可能好一点 就像在我前面这一盘 然后它的颜色 算看上去算是比较 有接近咖喱的 接近咖喱 他们有花心思在这个围边上面 对 ICH 这个是有花心思的 虽然没有48 但他们硬说这是48 这48多小小花嘛 我也承认它是48了 不错不错 现在看 这一坨 这只能用坨来说 对 首先我看不明白它那块方形的东西 这一坨是 皇上 这个是玉玺 哈哈哈 您吃完了就可以在他边上盖一个 就是玉品那种 照片的意犹 那这个玉品啊 这一块就是赢的了 一会 务必要把它吃掉 一般皇上吃完这盆就驾崩了嘛 就 传给后菜 就是遗兆你知道 立好遗兆 那这两道菜我们都点评完了 那么接下来 如果这个先吃我们吃哪一份呢 我们的这个张孔经理 先吃这个吧 先吃这个啊 还是就是活命的那个原理 对好 好来我们尝一尝啊来 还是先吃肉吧 我觉得出了肉 其他应该不熟的 三个人微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肉也不是很熟 哈哈哈 所以我选了一块小小块 小块 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 想不想在我这里干了 我觉得就是没有 完全就没有咸味 没有鲜味就是一个甜味 真的 这是一块甜肉 我吃到这一块是有咸味的 哈哈哈哈 哇 对 因为它的一块煮入味的比较小 我们就熬的时间太短了 嗯 就是说你的肉是咸的还是咸的 我的是 是于中间 就有点像有大力胃 可是好像它又没有 所以它是人参百味极于一盘吗 哇 这个是人参啊 真是 来尝一尝最快的 看到没 它们吃的都停不下来了 好 要给它打分的话 八十分 哇 好高啊 八十分 防胜能胜 好 我说啊 已经消灭完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第二盘鸡了 第二盘是真正的咖喱鸡嘛 对吧 是鸡 对鸡是鸡 是不是咖喱鸡就不知道了 先把玉璽给 玉璽给 玉璽味道还不错的 不错的 玉璽直接被扔掉 你们要品尝中间的那一部分 哎呀我跳出来 我是哪里 熟了吧 我吃过是熟的 停停停 帮不下去了 基本上这盘吃完的 我有一种心情就是 你们为什么可以做出 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 因为是这只鸡的怨念 是鸡的原因吗 嗯 但是我就我就尝到 刚才吃了一块鸡肉啊 尝了一块苹果肉吧 对 和鸡肉混在一起 真的是 厨师是准备吐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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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吐了你看 哇天哪 我们有期望了 我想问一句 你们有没有试过自己 做的这道咖喱 吃过了 嗯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 那个 呃 后面的后排的成员来尝一尝啊 来我们 好 不要做 坐好 坐好 来我们尝 请务必积极一点啊 对对对 来来 好 这这这这一趴大家噎的没什么气息啊 因为刚才吃了一个很恐怖的 哈哈哈哈 那个菜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评判了 好我们所有的这些顾客同志们 嗯 准备好你们投票了吗 好 有心中想吐槽的这个厨师了吗 有 张总先先投啊 来我们第一排起立 那厨神的三票来请 嗯 我也来投一下吧 好 我们后面的布克开始投票 好 一二三转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得票结果了 对不对 是 首先我们来数一下票吧 好吧 我们的第一组 陈光慧和钱贝婷 他们是获得的两票 那么接下来这边第二组的 莫涵和李雨琪 你们获得是 我们得到了公报私仇的一票 那位公报私仇的孩子 以后再也不要到我房间来找吃的了 我再不会给你那么东西吃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小爱的一票是怎么得的 然后大家都跑过去贴袋毛 小爱拉出一个人 求你得贴我 贴我贴我 要不然我不好意思了 然后人家又横了 给你给你 我们平常会贴 然后第二组是一票 第三组我们不属 我们可以跳过 第四组 来 第四组朝前一步 看看啊 孙瑞的正面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背面有没有 没有 宇佳琪是 一 二 三 好 那么就是酒票 哦 哎 酒票也不错了 那第三组就可以 哎 第三组就是登顶的 好 那么今天我要宣布一下我们的结果了 好 那么今天我要宣布一下我们的结果了 主厨得主是我们的第二组的孟涵和李雨琪 好 来 你们获得十秒钟对着镜头单独介绍你们的机会 来 请对我们的第二摄像机镜头 十秒 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到 好 那必须要有惩罚了对不对 是 我也非常的心痛 可是规则就是规则 就是规则 所以他们就要接受我们的黑暗料理惩罚了 黑暗料理已经端上来了 嗯 好了 接下来 我要揭示一下我们这个黑暗料理到底是什么了 准备好没有 三 二 一 哇 炸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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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虫子 好可惜 对不起 请接受惩罚用你们的筷子 我觉得这个绿色的蛮好吃 我们就吃绿色的好了 我戴了口罩 能不吃吗 其实还蛮香的 对对对 哎 香味还蛮香的 其实有一点想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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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姐妹们 我决定给我的好姐妹一起欣赏一下 同甘共苦 来 啊 啊 啊 哎 好 在她们愉快地品尝这个炸虫子的时候 太吃了吧 我要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个萌厨料理店 成功啊 太棒了 所以我們下期S&Hello Bye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观看